她的戰戰兢兢呢 就會讓所有的電影機前面的人 誤以為她在 大家都說什麼 我大女人 對 我很害怕 我很兇 孫毛很乖 每次都被我管 其實在家裡跟狗一樣 對 我也是 我想我今天就問到專家 因為兩位都是拍戲 然後謝爺也剛好 在綜藝的圈子 對… 作品 我跟你講 她每天包包裡都帶數位相機 是 然後回家以後 就有很多跟劇組的拍照 是 然後你會從這裡面發現某些端倪 因為她的那些拍照裡面 會發覺寵女都不會在她的榜單上 她都是跟那個劇組裡面 漂亮的小姐拍照 完了 不是 彤哥 因為其實我們拍戲 你也知道嘛 對不對 你看 我自從跟你上次拍 那個賣油阿誠 到現在幾年了 才碰第二次面 所以其實拍戲的時候 有時候那種緣分是很難得 所以我們隨身攜帶一個包包 可以把那個難得的緣分 保留下來回味嘛 對不對 這是官方說法啦 真的 好 我們是她的趙康熙 我們這個百年修德同傳度 那就是說我們就是 我們就沒有什麼緣分 我們就是沒有 沒有沒有的其實你誤會啦 她這種收集這種紀念的行為是正確 只是在每一部戲 留下自己深刻的印象 對… 你知道這是一個完美的 不用對我解釋啦 我在這方面我是不會生氣 如果我會生氣的話 之前我不是送她一個手機嗎 就是那個手機大的 是… 然後我前陣子不是要在棚內 要用視訊 然後我就拿那個手機來用 我才發現裡面有 她跟王瞳的照片 哪壺不開聽哪壺 電視機的前面朋友們 她因為每次來到攝影棚 她都覺得說 這是一個她很不熟悉的環境 所以她總是很戰戰兢兢 她的戰戰兢兢呢 就會讓所有的電視機前面的人 誤以為她在…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我終於有人可以替我說說話 我真的很替 對 大家都說什麼 我大女人 對 我很害怕 你看 我很兇 孫毛很乖 每次都被我管 其實在家我跟狗一樣 對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一定要舉一個對 真的 有沒有 所以我今天看到第一點 知道嗎 我今天為什麼這麼瘦 我們家五龍 一整天都是我趴上趴下 至少十次 十二啦 十二 那個家是李建的 他今年現在還陷五層樓上館 十二啦 很厲害喔 沒關係 有什麼的 這次粉絲 在家裡 很多人嘛 天啊 真是 對 舌頭 小艷 好醜 走啦 走啦 來 對 淪 坐啦 給你游球齒狂 遠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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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漫漫的 遇進去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誠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柏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柏舒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依依杰 一直覺得 真的嗎 對對對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啦 快了